什么紫薇命格的人 不与人争 因为本身自己就很会赚 是啦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财博宫 因为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刚说我们六星不认 现在又看我们 又说我们很会赚 怎么样都还是跟财博宫有关 对不对 来我们先看第一个 太阳加上了天良星 这两颗 其实这两颗我们一看 就知道它很有良星 天良 所以天良星就是乐善好施的代表 像太阳是仗义书才的代表 这两个在一起 就是看起来就是古装剧林 大善人那种样子 所以以这两个想法 我有钱我不帮助别人 那我有钱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钱财是身外之物 再赚就有这两颗星 大善人的乐善好施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以财博宫来讲 他本身很会赚 可是他又很谦虚 他在帮人又不会 我太好给你 又用钱财来压你 反而会感觉上 这个是一个 很像菩萨下凡这种的感受 所以我们讲 天良这颗星 为什么有宗教的情怀 原因也就在这里 越是陌生人 他越能帮忙 但是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 武曲跟天赋 就像这个高警官你看 他刚刚我们就讲 还有武曲这颗星 武曲本身就能赚了 其实你看 就好像很多人在争那个钱 比如说一千万中不重要呢 如果我有十亿 一千万有什么重要呢 可是我今天如果只有一百块 一块钱我也很重要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刚刚高警官这样讲 他有一些房子 一些土地 那一些两个字 就很有想象空间 对 一些 多数 不是一个 我们有种感觉 我站在这里 这条都我的 这条都我的 没那么好 一直都说 怕到天赋 我怕怕不耍 很疲 有钱很疲 但是这就武曲跟天赋了 我有钱 所以我当然就不争了 是不是 再来第一个也就是在 子为跟破均 你看我们高警官各有一颗 又有武曲又有破均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 这些来讲的话 本身就很能赚 可是很能赚 但是会有大气 尤其是这个子为 子为就是说 对我而言 我必须要有一些好朋友 没有这些朋友 一个人的话 因为打群架的力量是比较大的 独自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小的 所以子为破均这种 我可以把钱 没关系 出去 只要对我有帮助 所以你看到这三个 所谓的不争 其实本质上是因为自己先很能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